而无内气入无间,为万有之本源,万化的真主宰。 所以明明上帝为一切生灵的大总持, 在传统道场义要尊称为无生老母或义母字为代表, 其意义如同明明上帝,具有行上义与行上义,为万物苍生生命的大本源头。 三界十方万灵真宰至尊至圣无量心虚言, 其本体尊崇其未尽奉其德宰主其尊用在万灵,便不衡用在不补言为犯其其形容。 其大说明其相明明上帝母字与母同应同意。自行与母母字相近。 母字的形意,一点中加中是天下之大本。代表体,是阴阳,代表用。 其用合一为母。有体无用则至空,有用无比乃之相,即体即用即用即体, 其用合一,即是佛也。 二点点,代表无极,点,代表真如本心。三点,中线拉直透出圈外。 表示超乎太极,外观乎太极之中。 四点五字正转,就是五。表示先天灵性之母。先天母,乃外灵主宰。 灵性之母,清,无形,永久之如来自性。太极字的形意中是天下之大本,代表体。 两点是阴阳,代表用。 从代表无极,动生阴阳从直心,代表真如本心。 太极图各教圣人对老母娘的尊称一点如教天上天上帝明明上帝为皇上帝等。 中用交涉之中用交涉之理,所以是上帝。 天命之未醒。诗经小雅明明上帝,朝灵下土。 大雅上帝灵如无二耳心。 书经康告为皇上帝,将忠于下明。若有恒性。 二点佛教大日如来疲独遮纳无声等。法华文句会奔法身如来明疲独,此番已片一切处。 谈经一问,若物无声顿法,见西方旨再叉,诺。 大日经书一云,犯应疲独遮纳者,是日之也明,即除安片明之意,也。 同时六约所谓疲独遮纳者,日也。 如世间之日,能处一切暗明,而生长一切万物,成一切众生是也。 经法身如来逆复如是,不以为欲也。三点道教无道无其天尊等。 道德经有物混成先天底生,及其辽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再,可以为天下母。 无不知其名,自知曰道。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 四点也叫真神,耶和华天主天父上帝等。圣经创世纪上帝,照自己的形象,创造了人。 五点会叫阿撒真主。 无可兰基眷一奉大人大慈真主之名六点先天大道无生老母明明上帝,无量清虚至尊至圣三界十方万灵真仔。 真主古兰经,如果你问他们谁创造了天地,制服了日月,他们必定说真主二九六一。 如果你问他们谁从云中降下雨水,而夜雨水十一死的大地复活呢? 他们必定说真主二九六三。真主古兰经他是真主,是无一的主。一一二一真主是万物所养赖的。一一二二他不生,也不被生。一一二三没有任何物可以与他匹敌。 一一二四。真神道上帝生命在他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内光是真,光。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 人这等人,不是从天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是从人意生的。乃是从上帝生的道成了肉身。 人,住在我们中间,住在我们中间。冲冲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 约翰的宿济厄力。 约翰福音1491314 耶和乃 耶和华 的称呼在元魂之意义 乃是自由拥有的他 一即不生不灭诸天之国 与神之国神为诸天之国之上的主宰 母之礼天 在诸天之上 为外灵人在诸天之国与神之国宇宙能量 整个宇宙充实着舞动的能量 除了此舞动的能量 我们的宇宙亦无所有 在某个时间点 这些能量分成许多有知觉的能量 与无知觉的能量 从而由一分为二就对立 斯瓦米维达帕若提 这着火瑜伽 约翰一书第四章 第十三节神将他的灵赐给我们 从此 我知道我们是住在他里面 他也住在我们里面 约翰一书三点二十四分 遵守神命令的 就住在神里面 神也住在他里面 我们所以知道神住在我们里面 是因他所赐给我们的圣灵 神的灵住在我们里面 圣经创世纪提到上帝创造天地万物的情形 创造人是耶和华神用底上的尘土造人 将生气吹在他的空底 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 创世纪275 教禅道佛家所言正法眼藏灵山柳之静平主人翁真主人真儒等等 儒家所言大学之道三人之行天命等等 道家所言古神狐独玄聘住庙之门等等 回教所言阿米木亮木米木回回之地等等 基督教掩石自驾用或施起窄门等等 对于以上所谈之名词 没有求道的人是无法体悟的 所以说摸得着根的成佛祖 摸不着根的瞎修行而道就是万教所要找的根 各根如没有经活佛师尊明师之典 是无法找到的 可见求道的重要 经典印证一无有正法眼藏 灭盘妙心十项无相为妙法门 无利文字叫外别传 二佛在灵山墨远求 灵山指在汝心头 人人有个灵山塔 好向灵山塔下修 正法密传世尊在灵山会上 年花是重 世时重皆莫然 为家设尊者 破颜为孝 世尊曰无有正法眼藏 灵盘妙心十项无相 为妙法门 无利文字 教外别传 父主摩和家设 世尊至多子塔前 宁摩和家设 作令作 以僧协力为之 遂告约无以正法眼藏 密附于汝 汝当户时 无灯会人 卷一七佛释迦牟尼佛 诸僧学离 毕丘三一之一 华译为众句十一 又称为大一 由九条至二十五条制成 是作大法会 或是见国家元首众臣时所穿的 正法密传慧能及慧祖 一三不阻释 足以夹杀之为 无令人见 未说金刚经 至因无所住而生其心 慧能言下大悟一切办法 不离自性 最己阻言和其自尽恩 自清静和其自性 本不生灭和其自性 本自举足和其自性 本无动摇和其自性 能生万法辱之物本性 未惧能约不是本性 学法无以 若是自本性 见自本性 即明丈夫天人师佛 The lamp of the body is the eye The lamp of the body is the eye If therefore your eye is good Your whole body will be full of light 马太福音第六章二十二 眼睛就是身上的灯 你的眼睛若燎亮 全身就光明 台中国企机殿会中 法明国动会二零零一中 应对照圣经新约全书 The Holy Bible New Testament Chinese and English Bilingual Edition 窄门圣经马太福音第七章一三 Enter by the narrow gate For wide is the gate And broad is the way that leads to destruction And there are many who go in by it 你们要进窄门 因为应造灭亡 那门是宽的 路是大色 进去的人也多 台中国企机殿会中 华明国众会二零零一中应对报圣经新约全书 The Holy Bible New Testament Chinese and English Bilingual Edition 窄门圣经马太福音第七章一四 Because narrow is the gate And difficult is the way which leads to life And there are few who find 因到永生 那门是窄的 路是小的 找到的人也少 台中国企机殿会中 中华明国众会二零零一 中应对照圣经新约全书 The Holy Bible New Testament Chinese and English Bilingual Edition 048L 佛家言不走正门 进入四生六道 开生耳牛马羊斗之类 乱生眼鸡悲情之类 为师生口鱼虾水族之类 化生乙马乙蚊虫之类 迷完公契天神 肚骑在世侯胎为人 任母归根修道目的 再以苦的乐为有任母归根 方能超生了死生灯